江兆会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 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 同时还要帮助白梅大侠徐良攻打三千万 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 不答应吧 对不起这位蒙兄 答应吧 他有点强人所难了 因此有点迟愣不语 江兆会一看这脸就沉起来 妹子 你不愿意吗 蒙兄啊 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 我得问问 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得跟我讲解这个道理 好 现在我就讲 妹子 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 我都了解清楚了 开封府这些半柴官 所作所为 光明磊落 做得对 做得对 金灯剑客 夏岁良 沃佛昆伦僧 以及那死鬼 朱亮 郭长达等人 做得不对 我们就要群其而公之 就拿眼前的事来说 夏岁良想干什么 究竟乌合之助 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 一心跟开封府的围仇 咱们切不说门户之争啊 这不是犯法吗 徐良他们代表谁 不就开封府吗 开封府是谁 不就是大宋朝吗 夏岁良这么做 目无君主 有叛反的行为啊 这样揪起来 不但他个人得掉头 连门户都不复存在 我们是练武的人 不能练糊涂了 就凭着武艺高 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那不行 干什么事不能离阁 没规矩不成方圆 没武艺难正六律 我说的对不 难道说 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 知国法云不顾吗 我姓江的 不敢说明非事 但这种事情 我是绝不糊涂 妹子 过去的事过去了 我希望你别走 你爹那条路 你爹一时糊涂 围了八举死了 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 难道说你 还要布你爹之后尘 再做糊涂事吗 我不能眼睁睁 瞅着你掉的火坑之中 我不知说的对不对 请妹妹三四 正在这时 南北二圣过来 哈哈哈哈 八了 请问阁下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 南海八怪之一 铜头铁臂 无毛怪吗 正是 九阳大名啊 阁下方才所说 据是金石良言啊 师妹啊 别糊涂了 听他的话吧 我们老哥俩全赞成 啊 彭之花一听啊 这回是彻底的投降 他没想到南北二圣 扭转的能这么快 他赶紧转回身来 二位师兄 你们说的真的 不是开玩笑吧 哎 事关重大 也有玩笑之理 我们是发自废土 拖来 彭之花扭回身来 跟江照慧说 蒙兄 一言为定 就一礼 江照慧也非常高兴啊 谢谢 妹妹 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 哎呀 徐良也没想到啊 看刚才那个样 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 没想到几句话 满天乌云散了 徐良跟众人 以礼相见 大家重新进 厅房归座 让徐良做正座 徐良说什么不干 大活也不干 你代表开封府 你是办柴官 又是客人 哪能不做正座呢 徐良没办法 这才答应 向他们老四位 表示了致谢 这四个人 一致表示 愿意帮助徐良 听从调遣 早日 把这事给了结了 后来徐良说 我到万仙岛 是偷着来的 我呢 还得回去 见人家 康殿臣 康老建客 大伙一听 我们陪着 一同到小姑山 人是越多越好嘛 你开封府 大队人马没来呢 我们这些人帮助您 你叫我们干什么 我们干什么 徐良一听 更高兴了 这一天 没什么事情 到了第二天 老少英雄 齐聚小姑山 康殿臣呢 明边放炮 热烈欢迎 把大家接近 听他们 这回可热闹了 光成了名的剑侠 就失了位 再加上小姑山 万千岛能打的英雄 超过百人 康殿臣传话 圣牌燕燕 给各位高人 接风 在九夕宴前 他提 家有千口 主事一人 咱们这些人 来在四面八方 要没一个人管着 恐怕就乱了套了 应当推选 一个头目人 南北二圣说 那还用商量吗 白梅大侠 徐良 就是咱的头目人 他现在就是大元帅 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 不就得了吗 对 赞成 同意 尽管徐良 再三再四的推辞 众人就不答应 徐良一想也好 在这儿 别为这点事 磨蹭时间了 管谁当头呢 快点破三千万 因此三线 徐良点了头了 这些人还真认真 吃完饭之后 酒席撤下 把屋里的桌椅 重新挑外 正中央设置高台 黄色的曼炸 单独设个正座 这给徐良留着的 老心一看也乐了 哦 我真当了元帅了 从来还没做过正座 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 但是徐良的 最关心的是白云瑞 跟老少英雄商议 无论如何 把我老兄弟得找找 康殿臣说 你放心 我早就撒起人马去了 我估计三两天之内 肯定能打探出消息了 还正这时候 有人回来送信 报老健客 我们打听到 玉面小大摩的消息了 还不光是他一个人 还有个大脑子 叫房树安 还领着俩小孩 一共是四位 他们已经到了 招商老殿 哎呀 大伙一听着高兴啊 徐良为了保密起见 让康殿臣写了封字简 密封起来 叫人送到招商殿 白云瑞不看这个字简吗 约请他来吗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这么样带着房树安二小 来到小谷山 没想到到这一看 正做是白眉大侠徐良 弟兄相见喜出望爱 房树安抱着大脑子之哼哼 我干脑子这怎么回事 我都糊涂了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 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 彼此相见 方树安晃着大脑袋 乐的是手无足的 咦 八了 不服不行 还得是我爹 这就叫龙行有雨 虎行有风 你看人家 一晃膀子 有这么些捧场的 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 大家说 对不 不大伙都逗乐了 后来房树安 把方宽 方宝 这俩小孩叫过来 滚滚 你们俩天天想 夜夜叛 今天终于满足了吧 这就是你们的师傅 我的干脑白梅大侠徐良 磕头吧 这俩小孩 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 把白梅大侠也闹懵了 发说 这是这么回事 我哪里来的徒弟 干脑啊 您没在家 我替您收的 包大人都知道那事 我孙爷爷讲评 满口英诚 您就别推死了 这俩孩子 您看看 嘿 很有出息了 一个比一个坏 坏的都冒坏水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 徐良问明经过之后 也只好点头了 方宽方宝 背着手站在徐良身后 这个严肃劲就甭提了 大家一瞅 真是世亲三分相 人望高处走 水望逼出流 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 切说 徐良 问白云瑞 方宿安 你们这些日子 都到哪儿去了 这两个人在九线前 啪啪啪啪啪啪 把经过如实的 向徐良介绍了一遍 老心听完 又惊又喜呀 徐良说这样吧 事不宜迟 明天 咱们就赶奔三仙岛 最好呢 住到招商店 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 好有个头奔 各位剑侠来了 好有个站脚的地方 大家一致同意 到了第二天 除了留下一部分人 看守小孤山万仙岛 愚者的一百五十多人 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 房属安带二小打前站 到了招商店 把整个店房全包下来 掌柜的跟伙计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大爷 您不是开玩笑吧 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 可也不小 前后几十间房子 您都包了 放屁 我跟你闹着玩 你是怎么的 恐怕呀 还住不下呢 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 你这整个极限村 我们都得占了 废话少说 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 我们包了 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 把其他住店的请来 再三道歉 再三解释 甚至住了多少日子 不要钱 才让这些人走了 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 耗下房子 大家全住下来 单说这店房的伙计 那有好几个呢 一打听 这都是开封府的 我的天 开封府住在我们这儿 真是没想到的事 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 二品的将军 哎呦 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 那我们这座招商店 就不是招商店 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 那我们呢 就不是店房的伙计 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连这些伙计都涨阳了 在门口贴了个大条 字比斗还大 开封府公馆 另外呢 在吉仙村的村口 还竖起个大牌子 也这么写的 离得多远就能看见 一切安排完了 这掌柜的跟伙计 把方叔安请出来了 方爷 您看看 我们这么做对不 方叔安背着手 检查了一遍 嗯 完了 完了啊 难得 你们想的周到 呃 发现啊 我们走以后 一定有重赏 谢赏 谢赏 谢谢你了 哎 周一啊 我们朋友可多 只要是打听我们的 就往店房里领 听没听见 是我们全想到了 你没看吗 码头那块 我们也安排了人 好嘞 哎 方爷 我们有点事 向您打听 说吧 什么事 那么 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 是不是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嗯 对啊 你们现在都不是火气了 是战时的办差官 是吧 哪怕我们是假的呢 他这玩意也高兴 好了啊 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事 要是好人好好招待 要瞅着那不法之徒 就把他立居所带 童童楼子 找方爷我 是方的老爷 这火气更来劲 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 骑上扣耳查 望着一座鸭子腿一鸣 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 瞅着难来北往的人 一个劲的运气 你说这何苦来的 这叫什么人都有 徐梁 白运队 领着众人 正商议怎么样 攻打三千冠呢 马头那儿真来四个人 这几个人急冲冲 进了急仙村 一看 开封府攻稳 望里就走 火气一看 这四位 穿衣打扮与众不同 身上都带着家伙 一个个横眉秘雲 气喘吁吁 要心说不是三千冠的 方的老爷告诉了 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 瞅着那贼没鼠眼的 就把他立军所带 看这四个人有点悬 火气层就站起来 把胳膊一伸 站着 哪来的 走城门走惯了 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开封府的公馆 你挂了号了吗 报了名了吗 说明原因了吗 就往里闯 你只能这样做 该当何罪 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 走到前面这位一听 你敢骂人 把八正轮起来 照着火气的脸大 就是左右开工 这两八正走的 再看这火气 跟吹喇叭的差不多 顺着嘴角鞋躺下来 这个大人 来来来 有人嚼闹公馆 徐良听外面一乱 不知发生什么事 赶紧出来 徐良也爱开玩笑 一瞅着火气这模样 他也乐了 我说火气 怎么眨眼的功夫 你胖了 你别开玩笑 就胖了 都给抽中了 什么人打的 就这几位 其实徐良早看见 来者非别 头一位 小义是爱虎 第二个 霹雳鬼 寒天井 第三位 白云生 第四位 焚子都如真 小五一个儿四个 打人的 就是小义是爱虎 老兄的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呦 三个儿 我们正找您呢 后边还有什么人 没了 就我们哥四个 怎么蒋四叔没来 大队人吗 怎么没来 哎 崩堤了 咱倒无事再说吧 包的人 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 是吗 拿来我看 徐良接过这封信来 跟火旗解释 火家 你不要误会 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 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跟你开个消消的玩笑 赏给你 亮剂耳光 你呢 不要生气 也不要委屈 我这有十两银子 你拿去 买点药上上 愚者呢 打口酒喝吧 火急一听 那就算白挨了呗 安歇他不说 徐良 赶紧把他们四位 让进里面 跟大家 住个做的介绍 那都没外人的呢 小唯一的名望够多高啊 分宾主落座 徐良这会儿把心打开 一看是包的人亲笔写着 不看则可一看 老兄就一愣 脸就有点变色 白云瑞挨着他坐着 三个 什么事 老兄的 你看看 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 心里也堵了个嘎嘎 那别人没全看 云瑞看完交给徐良 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回来了 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 什么原因呢 在前文书咱说了 蒋平让房属安 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 来找徐良和白云瑞 然后呢 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 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工夫 房属安他们也走了 经理都出了点事 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就在那天的晚上 皇宫里头 发生点意外 把四弟仁宗啊 给吓病了 什么事把他吓病了 就因为那天晚上 仁宗皇帝挺高兴 吃完晚饭之后 掌起灯光 让执日的太监 把百宝箱搬出来了 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 富贵莫如帝王家 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 他能不趁钱吗 他要欣赏欣赏 这些好东西 有一些 他根本都没看 有个太监 把账本拿来了 那上面标着 国宝叫什么名 出自什么地方 年月日全都有 另外呢 这宝贝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仁宗翻来翻去 一看 五年前 宁夏国的国王 赵伯 曾经送了一件宝 叫十二元尘炉 哎呀 没见过这东西 今儿晚上开开眼 他告诉 执日的太监 把十二元尘炉 搬上来 这玩意不大 高了下 不过一尺 做工精细 全是金 银 法郎 制造的 光滑 如镜 转圈 有十二属性 每个属性 制造一个头 非常形象 中间可以放弹香 它最大的特殊 到什么时辰 什么时候 这嘴里往外喷烟 你比如 紫属丑牛 到紫时 哎 这小耗子嘴喷烟 到丑时 哎 这牛嘴里喷烟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真叫人猜不透 皇上一时高兴 把宾妃都请来了 让大伙关上 正道三更天刚过 从外蹦几个人来 这人把蜡烛灯打烈 倒走十二元尘炉 把皇上下的钻桌子底下去 卫队们赶到现场 再找这个人 踪迹不见 不过这人呢 可够狂的 在律柱上 留下一个字简 字简上写的字 大爷还来 那意思还完不了 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 你说这样吓人 所以皇上立刻降职 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 调查究竟怎么回事 就为了这个事 把蒋四爷给拖住了 可蒋平啊 连查了三天 也没查出踪影来 包的人也不高兴 皇上也不高兴 后来义侠派保刘世杰 突然机灵一动 四伯 我倒想起一点线索了 好 孩子 既然如此 你快些到来